蓝白 蓝绿白 三组副总统参选人 最近很多话题 国民党是赵少康 能言善道 这民调飙高很多 被外界认为光芒 好像盖过后又疑 另外民进党的萧美琴 跟民众党的吴欣颖表现声量 居然也都压过自家总统的参选人 先来看看是萧美琴 这个号称台湾战猫 她目前已经完成了 驻美代表工作的交接 好 于大雷接棒驻美代表 靠着经营台美关系的基础 试图要帮忙赖清德 来粉饰她的台独立场 那另外一位话题女王吴欣盈 她29号晚间 帮小鸡造势被问到 等人副手 你的家人知不知道啊 结果 哇 她回得很呛辣 直接反问 也可以说是反呛啦 反质疑说 那你当记者 你家人知道吗 这是呢 而且呢 三声道我 中文 英文 台语全部落出来了 I'm gonna ask I want to know 台语讲说 大家都几岁人 你几岁做什么决定 你出门做什么决定 你难道还要你家人同意吗 爸爸同意吗 先生同意吗 扯到了女权 另外 当然除了参选 有没有跟家人讨论之外 外界也很关注 你的美国籍 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呢 还是根本就还在啊 好 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有没有证明呢 结果呢 吴欣盈回答的态度 也很酷喔 他没有说他要拿出证明 他直接说 就这很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不需要拿出来了 那叶元林涛 蓝银 就这个质疑说 这可能也不是 你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这是中华民国的问题 他宁愿相信 他是多一个议题讨论 如果提名搞了半天 一个副总统候选员 然后国籍根本没放弃 他真的会天崩地裂 那另外的媒体员罗旺哲也说 这两个回答 可能吴欣盈的支持者 听了会很高兴 但是如果你跳脱同温层之后 凸显出来的问题 这才是危机呀 然后很明显 吴欣盈 你面对媒体并没有准备好 民众党幕僚也是状况外 我们先带你来还原这一段过程 我跟家人讨论过 要担任负手的一些事情 那你当记者问你爸妈 对啊 首场独当一面帮小鸡造势 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 先给媒体下马威 舅舅说 因为原本昨天 你是这样子是在剥削女权 因为是说是父权社会 都要问男人 问先生 问父亲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决定吗 也可以跟妈妈讨论 单纯问题 单纯副手家人知不知情 吴欣盈脸色大便扯到女权 难道家人不包含妈妈 是在暗酸主席柯文哲吗 吴欣盈本人 他在美国跟英国受过教育 他比较强调这种叫做自主意识 副手比要选总统的还抢戏 民进党赖萧佩 大家同样把目光放在 承认驻美大使的萧美琴 我从美国回来要投给你 就亲生 在台美关系上 有经营萧美琴的出现 试图淡化台独色彩的赖清德 甚至一度让绿营喊出美德配 但选任活动才开始起跑 选民买不买单是一回事 倒是蓝营副手赵绍康 从登记后表现 让人为之一亮 所以跟萧美琴比 跟柯文哲 跟赖清德比 他们这个 大众他们熟悉得多 让我有一个努力的机会 让大家慢慢喜欢我 其实赵先生他跟侯友宜 他们两位都是相互相争 互相搭配 总统不是一个全能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除了诚信之外 是他会用人 经据连连赵绍康实质 为侯友宜加分不少 蓝绿白副手人选各有特色 也让这场选战增添更多话题 接着林俊峰 陈欣怡台北采访报道 主帅恩怨招器具吗 现在告诉大家 赵绍康现象发酵当中 这个副手啊 这个光芒 哇 寒闪哦 好像有没有盖过主帅 来政治金童赵绍康这回 确定要来代表国民党 来这个搭侯友宜一起来参选 但是其实他议题掌握能力 非常的敏感 反应很迅速 跟侯友宜蛮互补的哦 但他因为没有持中广动作 现在变成了绿营工坊的一个焦点 那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就说 很多人其实都有给侯友宜建议 去找赵绍康的意思 那不管是来自于海外啦 或是来自于台湾内部 其实都有 会以最后中能长局 他认为四个字 天有台湾啦 但问题是 因为赵绍康他没有辞中广的动作 现在呢 惨遭绿营的质疑 是不是触及党政军条款 NCC还火速的发函 业者要提出方案 那我们就来看的是 NCC有没有双标啊 来NCC主委陈耀想说 赵绍康不只是大股东 还是直接经营中广的人士 已经发函给中广 还有其他单位 要他们来做说明 那问题来了 我们反观 这位认知作战专家沈柏阳 居然列为华氏的自律咨询的委员会 那这个立场有真的公正 客观中立吗 还有专题 是不是读后赖清德 把赖清德讲话 放了很长的时间 那相对于赖清德 其他党的这个参选人 就放少少的蓝衣痛批 这报道根本失衡 那NCC这些好像都假装看不到吗 赵绍康没有吃中广动作 马上丁紧紧 国民党立委洪孟凯就痛批 NCC你们就已经沦为政治打手了嘛 民主党立委邱承宇也批评 顺绿者昌 你绿者亡 对比三立入股中夹 NCC还充分展现看颜色 办事的本质 我们要让NCC摆烂到什么程度 蓝衣立委气的大骂 全英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宣布担任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后 NCC火速致函中广 质疑赵绍康处击党政军条款 被再也批评 不仅双标 NCC更沦为政治打手 充分展现NCC 看颜色办事的政治本质 原来已经成为民进党政府 在媒体界的打手 顺绿则仓 逆绿则亡的精神 不只赵绍康被NCC盯上 还有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参选人 更是公事及华市董事的徐瑞希 同样被质疑 促及广电媒体条款 让徐瑞希发布声明 强调自己为涉入新闻部 或相关委员会运作 更没违反党政军条款 愿意在公事董事会中 讨论处理适任问题 只不过对比三立 控制中加股权争议 NCC被批标准不同 被踢爆才去了解 才去介入调查 之后要一年时间处理股份 一年后呢 船过水无痕 之前NCC就已经有说了 新闻媒体不得直接 间接的投资任何的系统台 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处罚的标准是什么 根本就是为财团服务的仆人 中加案的调查的部分 我们今天 昨天已经把那个调查报告 送交给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那里面就相关的调查的资料 我们都有详细说明 先解决 如果有新闻频道录所 这个部分要先改善 我们已经请 包括中广 华视 公事 都来这个 回答说明 曾耀祥强调赵绍康是参选人 又是中广大股东 才会发函中广 更说赵绍康是否辞职 由中广回答 那这一题 NCC要查吗 历年三立 获得的政府标案 得标的金额 数量非常的庞大 但是涉及媒体垄断调查的时候 我们号称独立机关的NCC 却是极尽所能的为其辩护 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利益 昔日号称党战军 退出媒体校园 如今从公广集团 华视再到三立 进电视 绿影重重 标准是否一致 外界都在看 现在赵绍康出大招了 放大决出大招 抢年轻人的票 出了什么招 我们为你来盘点盘点 来他积极联系 他们的团队 积极联系 接下贺龙夜夜秀 等网红脱口秀 还有直播的频道 希望能够担任节目的来宾 那当然他们也计划 打进校园 跟大学生 直接来talk talk 对话一下 台大也确定 12月18号 就要来办座谈会了 另外赵绍康也记得媒体 辩论强项 要来拓票员 侯友宜则专心 在树立他铁汉的形象 各有分工 那蓝白河破局之后 如何化解彼此的冲突 赵绍康抛出了 如果侯康配圣血 白银 你们也可以推荐 你们优秀的人才来入阁 这个举动可以有效解决 蓝跟白之间的心结跟矛盾吗 一起来听听蔡正元 他怎么分析 我倒是觉得 如何去让白银的人 化解掉在蓝白不合以后的 矛盾跟冲突 那个很多蓝银的 或者是蓝银刚开始的发言人 或者是智库 对蓝白不合以后 对柯文哲请全力的攻击 这个会留下壁垒跟伤痕 那这个壁垒跟伤痕 如何在短期内弥补 那么邀请白银的人入阁 这不是为一个缓和 紧张缓和对立 因为毕竟他不是主要敌人 而且应该说他根本不是敌人 那不是敌人就要当朋友来看待 要把科武当作朋友来看待 很多地方 就不要在制造双方面的矛盾 中部地区 是口友唯一领先的区块 那为什么领先 这个卢秀恩请全力在 在这个帮忙 蔡壁卢会使中部地区 这个科文哲的支持者 会总该觉得 人家对我们也不错嘛 对不对 那就不用太跟卢秀恩计较 卢秀恩也担论了谁 蔡壁卢的竞选总部主委 那举手不打笑脸人嘛 卢秀恩说 你请投给我们国民党一些票 他也会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部地区 很明显的 是唯一这个 活照配领先的区域 太阳新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有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